接着是攸关民生与道路安全的新闻 最近行经水里集击台16线的民众应该可以发现 路上的砂石车变多了 由于水里龙神桥下方的道路施工 砂石车纷纷改道开上台16线 让水里乡亲的用路安全受到了威胁 有鉴于此 陷阱局交通队近期采用不定时不定点的方式 针对砂石车加强拦减 希望能降低砂石车的违规情况 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最近台16线省道砂石车变多了 由于水里龙神桥附近桥梁道路工程施工 封闭产业运输大道 砂石车纷纷改道行驶台16线 经过水里平面道路 冲击交通 环境安宁 影响当地民众的生活品质 对苏郡的问题 我们地方也是相当支持 不过我们运输业者 在从事这个砂石的运送的过程中 希望能够体谅 整个路况跟用路人 身家新运的安全 车速进入市区 或在台16线行驶 一定不要超速过快 或者任意变换车道 让影响整个对所谓用路人 会影响他们的安全性 我想这是地方民众最需求的 同时在这边也要呼吁 运输界的实际朋友们 真的我们车子载得这么重 到市区你速度没有减慢 真的临时发生状况 用路人的身家性命 真的是不保 万里发生什么生命的事情 真的没办法去做解释 或者解决 希望说透过今天的 整个交通队 来做个路况的整治 能够给所有的运输界的朋友 有一点警惕爱 希望说以后只要运送 经过市区或在台16的行驶 大家能遵守 这个交通规则的限速 跟不要超载的规定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 因应民众诉求 除了加强道路安全宣导 维护安宁之外 也不定时不定点 针对砂石车超载 超速污染等违规行动 做全面拦检 希望能够嚇阻砂石车业者 降低违规情形 也希望砂石车经过市区道路时 能够遵守交通规定 减速慢行 维护用路人安全 近期因为上游在苏郡 有部分的砂石车行驶台16线市区道路 造成水里地区的民众的生活不方便 本局交通队针对砂石车的行驶 有关于违规的部分 例如超速还有超载的部分 那我们会不定期的规划 专案勤务来施以警察 以维护民众的行车安全 那在此 南投县警察局也呼吁 所有的砂石车驾驶 对于砂石车行驶市区道路 或人口拒绝地方 那应该减速慢行 同时也避免有超载的情形 以维护行车安全 由于最近大型车辆 因为行驶市县的死角 造势事件频传 南投县政府交通队 除了严格取缔 砂石车超载超速之外 也呼吁民众 用路时如遇到周边 有大型车辆行驶 应该紧速远离 并且注意转弯内外轮差 以确保自身的神秘财产安全 然后在上线 里面刚 进行驶 我们在 представ明운�炉 与从中间 感觉到大型车辆行驶